早前我們報導過 一間學校說完發生非禮事件 節目播出後,有觀眾報料 知道她的小朋友 以前在這間學校 都懷疑受到校園欺凌 中年好聲音九強誕生 李佳憑四個字成為MVP 龍亭首套唱廣東歌出戰 《寄荊四座》 馬上東張西望 歡迎收看東張西望 日前我們報導過 一名十三歲的女童 懷疑在學校被男同學非禮 事後她的家長已經報警 而警方展開深入的調查 當時校方指出 校內的閉路電視 拍不到任何違法的行為 但其實在警方調查期間 校方不適宜作出任何評論 至於網上亦議論紛紛 甚至有人質疑 女童說話的真確性 我們收到最新消息 警方收到律政司意見後 決定對攝氏藍童 控以兩項普通襲擊罪 一項非禮罪和一項企圖非禮罪 案件將會在3月31日提堂 最終結果未知 但你想想如果那個女生 真的被人非禮過 再加上網上的評戟 對她來說 可能已經產生了第二次的傷害 之後我們也收到有人報料 就說她們的子女 可能就讀同一間學校之前 也懷疑受過校園欺凌 繼校園非禮案播出之後 有家長跟我們報料說 這間學校一直傳作校風問題 她的兒子在讀書時 就發生過校園欺凌 我兒子在2013年 在這間中學那裡入讀中一 上學第一天 就在小息的時間 忽然間有一些高年班的學生 進來班房 就見人就打 繼而就訂桌訂椅 其中就一至兩個學生 是被她打倒的 就是被她按住來打 那位被打的學生 其實有向學校哭訴 有向老師哭訴 但老師就不管 完全好像沒聽到繼續上課 我兒子說 其實那幾個學生 不只是去他們一個班房辦事 就好像所有中學學生 他們都去拿下馬威 我覺得他們不是第一次 張太的兒子非常害怕 回家裡跟媽媽談完這件事 張太擔心到 馬上打電話給班主任 不過… 當時那個老師就是班主任 打給老師班主任 班主任就知吾爾對 知吾爾對 即他沒有跟我說過 這件事他會怎樣處理 那我就覺得我要再進一步了 那我就找訓導主任 訓導主任說他不知道這件事 他不知道這件事 之後我再找校長 校長說給他了解一下 那根本上我覺得很差 很差 就是他們發生這麼嚴重的事 有學生被打傷 他們是完全沒有理會 雖然已經過去十年 不過張太的兒子至今都心有如歸 他到現在 這麼大的人形容給我聽 都是那件事叫做大廝殺 所以對他來說是很震撼 亦都是覺得他都很奇怪 為何校方是完全好像冷待這件事 幸好就是小朋友 可能只是瘦了一些拳腳 如果不幸運 被凳凳、桌、凳凳凳 凳凳凳凳凳 有甚麼再深入一些的 那其實誰可以負責呢 我們就指電學校了解情況 我們沒有聽過 我們的校風一向都挺好的 很少聽到這樣的情況 總之我們是很緊張學生的發展 還有對他們的紀律要求 我們也是很重視的 還有如果說到罪行 甚至乎在校園欺凌 又或者其他違規的行為 我們都是很認真去處理 因為我們學校出名的校風是比較嚴謹的 今早上水一間中學 被外面一陣不知名的 刺鼻氣味籠罩住 當中也有二十多個同學 感到不適而送院 是,警方暫時仍未找到起因和源頭 不過希望甚麼同學沒有大礙 有意味當然是怕怕 但如果有好聲音就不怕聽了 中年好聲音最後九強終於誕生 丁文竟被淘汰,雖敗又榮 而當日比賽獲得最高分 還當回合MVP 就是挑戰高難度 演唱上海灘的李居 原來李居每場比賽 外籍老公都必定親身支持 致電我感到未成為 在這位朋友跳來做 旅程中的偶審 外籍的偶審 外籍不如演繹 那邊有效 但它都在一起 而且對五項 在幾個地方 注意 那邊 有效 很激烈 得到評審一字肯定 正是因為首歌頭四個字 其實他也嚇了不少苦功 練到老公也會唱就知道了 真是活該, 你拿到MVP, 很棒 謝謝… 你也可以試試嗎? 你知道嗎? 浪崩 浪崩 不, 不… 接下來你應該一起唱嗎? 不可能 而當晚, 龍亭都有突破演出 就是首次以廣東歌比賽 對, 龍亭第一次唱廣東話歌 感覺如何? 感覺有點適色重複 是否這樣說? 不過始終我都要唱 不如早點去突破自己 因為始終在香港和廣東歌那麼好聽 沒理由不唱, 是嗎? 是 你會否繼續唱廣東歌? 有信心嗎? 下次才是, 下次比賽你就知道 是 是嗎? 是 馮允謙、J-Foong一連三場的紅館演唱會 昨天圓滿結束, 我也看了兩場 雖然是首次踏中紅館 但也有很多就是重量級的嘉賓作陣 好像有MC張天賦 還有女神林明禎 這樣也沒有驚喜 是呀, 騙軸, 知不知道做了誰? 歌神張學友, 拍片鼎力支持 J-Foong說事前真的不知情 所以他真是窩心 說到唱得之人, 又怎像J-Foong一人 我還記得還有湯寶如, 湯忌 不過他好像有點困擾 踏入三月, 香港經常都旺媒 牆腸經常濕了, 人也很不舒服 家裡就說可以用抽濕機 但身體濕氣重, 又可以怎樣做? 湯忌, 其實春天濕氣重 你會否覺得有點不舒服? 我很不舒服 因為我本身體質很濕 一到湯南天濕氣重 我會整身疲憂憂, 又無力 最重要的是我上鏡頭, 臉會腫 悶悶悶悶悶, 身體不舒服 去廁所都不舒服, 很不相信 有濕的人會影響我們的 身層代謝和抵抗力 日子內座, 濕會影響我們的 三高代謝問題 和心腦血管, 嚴重都市疾病 濕毒, 其實是一個症狀 或者我們叫做一個結果 濕毒會令我們容易累 大便不暢順, 有口氣 可以留意一下自己 面目四肢會否容易浮腫 我們的利胎, 會否有黃、白、厚的利胎 都會察覺到我們有沒有濕毒 在中醫角度, 怎樣幫身體去濕毒呢 一般我們有三個方法去去濕 第一個就是健脾 第二個就是養腎 第三個就是腸道的排毒 我們中醫一般都會用到 龜板、土腐靈 配合生地王、異仁和綿恩塵 這些都是我們常用去濕的中藥 不過到市人生活繁忙 便有這麼多時間煮藥 你在選上去濕的補健品的時候 怎樣的心得呢 外面都有很多補健品 我也試過 但這味道是健脾 我覺得不夠全面 我覺得蔥、茶包濕又不夠膩 去涼茶店吃的龜苓膏 我也不知道它是什麼成分 我自己選擇了一些 膠囊保健的配方 同時兼補健、養腎 和長度排 參考了國家衛生部的 龜苓膏部分的成分標準 我更加有信心 吃了一段時間, 人精神了 我現在感覺到清減了, 輕鬆了 肚腩也沒了 韓國攝理教教主性侵案轟動全球 原來攝理教九十年代 已經入侵香港 入獄期間 教徒繼續在香港招攬身血 最終攝理教在香港種種足跡 稍後東張西望 我們來東張西望 東張Plus就報道了 銅鑼灣有一輛黃色的名車 車頭撞長霧煙 不過它霧的煙 也不夠車主的頭霧的煙 怎麼搞的 誰是你的車? 我的車 誰在乘車? 這是舞蹈 原來就是酒驗的代客泊車出事 這次真是代客撞車 事主教得整件事非常離譜 不過說到離譜和令人詐欺 就一定要說回這件事 邪教, 一般人覺得好像不關我事 很遙遠 但是一套關於韓國邪教的紀錄片 震撼了全世界 尤其是香港 因為當中出來指證教主罪行的 正正是一個香港人 他在香港入教 教主前途時近一道匿藏在香港 原來邪教可能一直都在大家身邊 涉理教事件轟動全港 除了因為葉瑄是藝人方力生的女朋友 也因為很難得有女性 遇到性侵這麼可怕的事 都勇敢正面走出來 挺身而出, 指證教主 大部分香港人都表示敬佩和支持 他也將會飛到韓國出庭作證 控告教主鄭明昔 原定3月21日 涉理教教主鄭明昔性侵案 會在韓國大田地方法院開審 不過辯方臨時拒絕證人出庭 所以審訊的程序未能如期進行 而當地媒體爆料 指原本鄭明昔 重金運作一班頂級的法律團隊 為他辯護 不過不知道是不是輿論壓力太大 辯護律師紛紛請辭 不過也有說法 集體請辭可能是另一個計劃 因為本身鄭明昔 將會在4月28日拘留期滿 如果到時還未找到新的辯護律師 審訊可能再到延期 而他就有機會保釋成功 韓國媒體也有報JMS的報道 我的朋友圈裡 也會有人將這件事出來談 去說 這樣 都有關注的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Mabel才有留意這宗新聞 其實我在韓國也沒有特別留意這宗新聞 韓國人覺得現在的世界可能很混亂 人們很需要一些信仰 這些壞人去拘捕這些人 如果Mabel不走出來的話 有很多人可能夢在鼓裡 現在這個JMS 幫這個教主打官司的律師 都是他們的信號 早在20年前 鄭明昔這個名字鋪天蓋地 出現在各大報章 報道指教派勢力入侵亞洲各地 不過當時大家仍然未了解 涉理教究竟是何方神聖 涉理教 起源於1978年韓國的新興宗教 由鄭明昔創立 他將主流基督教教義 用自己的方式演繹 將自己聖人化 被主流宗教團體視為異端 如果涉理教我們所知 他90年代左右 都已經在香港 在某些大學校園 都發展得很厲害 創教開初 他就是看中年輕人 對前路的迷惘 對社會的不滿 於是年輕人 就是他的第一個目標 他先去首爾大學區全教 還會依流行歌舞 輕鬆的方式去吸引年輕人 如果他們招攬信徒 現在會有兩種最主要方法 一種就是街頭搭散 透過問卷 另一種就是透過一些信徒之間 可能有些社交活動 就會邀請其他朋友一起參與 90年代 涉理教在韓國日漸壯大 教主鄭明昔還跟信徒說 他要去全世界傳道 事實當年他真的離開了韓國 不過不是傳道, 而是逃避 1999年 韓國傳媒揭替他性侵女信徒 被告上法庭 當時他就潛逃來到香港 別以為他逃走是落難 他在香港一樣風流快活 他會叫韓國的女信徒 飛來香港見面 一樣享受皇帝式的生活 還會拍片寄回韓國 告訴韓國的信徒知道 他在外地傳教多受歡迎 到了2003年 韓國一個反邪教組織出埃及記 就跟蹤了一批將會和鄭明昔會面的 女信徒來到香港 希望揭穿她的惡幸 當時出埃及記的人員 就由機場跟住一群女子 到清水灣道白石窩村一帶 原來這裡就是鄭明昔 拿藏香港的大本營 他租了一棟兩層高的豪宅 於是他們立即向香港的入境處舉報 同時潛入後山爆炒 以防鄭明昔再次逃走 當時就拍到經典的一幕 我們嘗試透過20年前影片拍攝到的環境畫面 手掘一下當年豪宅單位的實際地點 對比20年前的畫面 有理由相信鄭明昔 就是租住這間兩層高 有拱形窗的獨立屋 看到女信徒的性感打扮 外界難免會對鄭明昔當時的行為 有所揣測 三年前就有一個隨行的 日本女信徒現身說法 解釋天氣當時太熱 才換了泳衣 在外面搭建的蚊帳那裡乘梁 當時大家以為教主落網 事情會告一段落 誰知他在保釋期間 棄補潛逃到內地 教主鄭明昔在這段時間 潛逃到內地 大約零零射射安排教會牧師 在尖沙咀金巴里 租了一間公寓做辦公室 表面上是處理和運送 郵件包裹到內地的一個中轉站 但是這間辦公室的 前職員就披露 所謂的包裹 內有乾均 原來都是女信徒 大膽赤道的裸露片段 最後會轉交給身在內地的鄭明昔 裸露程度還很講究 分了不同的級數 一共500GB容量的關鍵證據 被辦公室的錢職員通通收集 由於牽涉的數量太大 所以就被韓國傳媒稱之為 香港X檔案 到了2007年 鄭明昔在內地被捕 期間遣返韓國被判入獄十年 別以為故事軟結 其實涉理教仍然運作 繼續招攬順逃 紀錄片主角葉圈 就是在2011年 鄭明昔入獄期間被邀入會 還成為了珍信 據消息指 在2018年 涉理教以天運會社名義 在香港開設分佈 葉圈還是創始股東之一 我們來到這間公司 這裡位於葵涌的一個註冊地址 現場所見 這裡是一棟比較新式的工業大廈 根據知情人士透露 這裡是他們其中一個大本營 還會周不時在這裡進行教會活動 當時我們逢星期日 我們會看到有很多女生 比較年輕的女生 她們會上那個單位 因為她們經常留在電梯上 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 她們會有很多人上去 例如有時半夜三間三、四點 她們會很吵 然後會在這裡大叫、跳舞、唱歌 其實我們本身都不知道她們在做甚麼 但一後我們就聽管理員說 她們是教會 就只是女生上去 其實我想今年開始都不是很見 而且她們搬到低一點的樓層 她們很多時候會走樓梯 這樣就有時未必會見不到 我們在鄭明昔生日當天上去看過 據聞都會有生日慶祝活動 不過就不見到有聚會的蹤影 也沒有人應門 而外面的信箱 看到堆積了信件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紀錄片曝光後 一眾的信徒都選擇先避避風頭 她每次遇到傳媒披露或危機時 她就會越來越隱秘 在開始時她們會很明顯地 可能有鄭明昔的大畫像 在她們聚會的地方 但後來她都會換成耶穌畫像 又或者好像在2012年的時候 她就將她原本的一些圖案 將鄭明昔是一個中心人物的圖案 她會換成金法的男士 跟香港的低調作風相反 台灣的涉理教訓部 曝光率反而十分高 她們以基督教福音宣教會 在台灣蠟燭 網站提倡的教義令人動容 讓主成為孩子愛的守護者 教派系屬於信仰者的生活見證 我們還找到一位曾經在台灣 入過涉理教的信徒延伸說法 講述她入教時的種種驚人內幕 留意東張細亡 她們多數的老師都是被抹黑 肯定是被抹黑 老師去日本要傳教的時候 富士山上是烏雲滿布 然後…老師這樣輕輕一吹 整個山頭都出現了 我就覺得很不可思議 突破了思想框架的 還有昨晚首播的全新節目成人教科書 洪永成在節目裡 和大家探討一些哲學性問題 其中還討論到兩性的題目 都引起熱議 而Tony還跟女兒Amber 做了一個挺有趣的測試 你喜歡裙還是衛衣 要哪個… 是誰 是呀, 好的 Tony想測試女兒選裙 是出於女兒的天性還是喜好 很明顯這個測試暫時未證實什麼 只是證實洪永成不懂替女兒襯衫 其實很多成人課題都沒有標準答案 今晚十點半繼續留意成人教科書 好, 我們今天時間差不多 明天就繼續有東張西網 再見 再見 老師生日之前 你要趕快嫁給老師, 嫁給神 食理教入侵亞洲各地 除了香港之外 據說台灣的信徒也超過四千人 教主歷年來有這麼多負面報道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信徒相信他? 我們找到一位前攝理教信徒 親身分享他入教旨離開的心路歷程 留意東張西網 第十四都階的視線 Vielleicht